早安 YouTube 我是藤原 おはよう YouTube ふじわらです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個頻道我會用前線易懂的方式 分享初學者演了秒懂的日文知識 今天我們會介紹一下 怎麼記貼型變化 在這個影片當中 藤原會列舉兩種方法 一種是以前比較常見的方法 另一種是藤原自己覺得比較好理解的方法 在上集影片中提到的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是3 請等一下的意思 各位同學應該都有聽過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傳統的 定型變化記憶法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按照上個影片說的 我們先記第三類 kimasu是kite shimasu是shite 也就是說原本的來做 意思會變成你來你做 這個是貼型後面沒有加任何東西的意思 這基本上一看就會 也沒有變化 不太需要背 直接把masse改成t就好了 再來第二類 上次的影片有提到 第二類是一段動詞 所以它也沒有變化 但是各位同學要注意的是 一段動詞有兩種 上一段跟下一段 這個概念也是源自於五段十行 所以如果你還是不知道五段十行 那真的要回去看五段十行的影片 好的那我們繼續 既然是上一段 那就是跟五段有關係 五段就是 好 我們看一下這幾個字 是不是五在正中間 所以 的上面是一 的下面是 這樣你就會了 一段就是上一段 A段就是下一段 這邊要注意的是 A段是非常好看出來的 比如說關門是 ドアを閉めます 這個閉めます的め 羅馬拼音M1 是不是有一個E的音 包含在裡面 像這樣 只要masse形的動詞 有A段音的 它一定是下一段動詞 也就是說它的貼型變化 就是閉めで 意思會從我去關門 變成你去關門 至於上一段的話 masse形是看不出來的 為什麼 我們舉個例子 置きます 起床 第二類動詞上一段 置きます 放 第一類動詞 哇哦 連讀音都一樣 我怎麼知道 誰是第幾類 不要跟我說漢字不一樣 因為講話的時候 你看不到漢字 也就是說 第一類動詞的masse形 全部都是一段 第二類的上一段 也全部都是一段 目前學到這個程度的話 等於要老實講 的確是看不出來也分不出來 要學到後面會比較好分 那目前能區分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上一段的masse形 當作例外記起來 等到之後會分了 再來做區別 所以到目前為止 同學需要記入的上一段動詞 分別是 這六個可以先記起來 這邊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記 小明有一天起床 他早上起床都習慣先衝找淋浴 因為他住在二樓 所以要下樓 おります 看一下媽媽在不在 みます います 因為他要借錢吃早餐 かります 想起這個故事 基本上上一段動詞就搞定了 好的到這邊 我們上一段也記好了 來把它變成貼型看看吧 おきます 我起床 おきて 你起床 是不是很簡單啊 沒有任何的變化 再來才是進入我們最喜歡的第一類動詞 五段動詞 在其他的頻道 很多記憶法都是直接讓各位同學 記第一類動詞的變化 因為它最複雜 不過既然它是常用傳統的記憶法 那它也相對的好記 由於之前出現過的記憶法太多種了 光是歌曲就很多首 但是在進入這個記憶法之前 請先把第一類的唯一一個例外記住 就是 いきます 去 是 觸音 いって 你去 你去 好的 那藤原個人比較喜歡的方式 是用兩隻老虎這首歌的方式 因為歌本身簡單好記 也可以搭配貼型的第一類動詞 它是這樣唱的 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 第一類的變化可以分成四組 第一 觸音組 是 這個意思就是說 一個動詞 前面如果是這三個字 那它的貼型就是換觸音 這邊各舉一個字分別是 いいます 說 說話的說 立ちます 站 站立的站 取ります 拍 拍照的拍 換成 いって 你說 立って 你站 取って 你拍 另外我們剛剛說的唯一例外 行きます 也是觸音 請大家一定要記得 第二 鼻音組 是 みびに 順便跟各位同學說一下 課本沒有に 是因為に只會用在 死にます 死亡這個字 不是很常用到 他們可能覺得不學也無所謂 但這邊我們追求完整性還是加進來 分別舉一個字 飲みます 喝 喝水的喝 飲んで 你喝 呼びます 叫 呼叫的叫 呼んで 你叫 死にます 死 死亡的死 這個各位同學就自行練習 這邊不能教壞同學 還有雖然這邊教你了 永遠不要把這個字換成貼型 各位同學請答應我好嗎 之所以把鼻音組放在觸音組後面 是因為這兩組都是三個字 方便同學們記憶 要記住鼻音組的貼型 全部都有著音 都是 んで 第三 いて組 是ます前面是き或是き 這組各位可以這樣想 きき 只有差一個著音而已 所以他們的變化也是差一個著音 各舉一個字 聞きます 聽 聽說的聽 聞いて 你聽 泳ぎます 游 游泳的游 泳いで 你游泳 因為我們剛剛第一個說的例外 行きます 它就是き 所以各位可以試著換看看 會變成 いて 由於去這個字太常用了 不能跟其他字搞混 いて太容易造成誤會了 所以才會有例外 いて的出現 最後第四 して組 這個是最簡單的 因為它是第一類當中 唯一不會變的 但是二三類也不會變 所以要注意不要跟二三類搞混 這只是因為它是て型才沒變 要是其他型它一樣會變 貸します 借出 借錢的借 かして 你借出 以上到這邊第一類就結束了 在這邊我們要補充說明 來幫助認真看到這邊的同學 我們有說過第一類動詞是根據五段變化 但是看到這邊的同學可以發現 て型這個東西 根本變完也看不出是哪一段 如果你有察覺到這件事 那真是恭喜你 你非常專心 也注意細節 但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不影響你學習這個語言 沒有錯 て型並不是照五段來變化 而是照我們以前說的 因變來變化 也就是說我要把一個字 比如說話します 說話 換成話して 你說話 這個轉換只是要讓對方聽清楚 這是一個指示 我在要求你做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指示要夠清楚 發音要夠便利簡單 這樣想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貼心要用音變來變化 好了傳統常見的方式已經介紹完了 接下來是藤原自己覺得好的記憶法 就是全部都套用實用的指示句心 てください 但是這個前提是 你已經了解了一二三類的差異跟原理 這時候你的目標是 要把這些變化 根深底固的變成自己的東西 所要做的練習 那就是照句 什麼 照什麼句 課本不就很多句了 這是因為課本的句 你沒有感覺 所以你也不會記起來 想想看 路上看到的人 除非真的很特別 你會記得他長什麼樣子嗎 通常看過就忘了 所以你必須照自己的句子 好的 這邊藤原就只示範一次 但你可以重複觀看 第三類 私のチャンネルに来てください 請過來我的頻道 宿題をしてください 請寫作業 第二類上一段 起きてください 請起床 第二類下一段 寝てください 請去睡覺 第一類例外 コンビニに行ってください 請去便利商店 第一類出音主 立てください 立てください 請站起來 第一類 鼻音主 本を読んでください 請讀書 第一類 いてず 聞いてください 請聽一下 第一類 してず 日本語を話してください 請說日文 我們可以看到分別是 第三類兩句 第二類兩句 第一類五句 就把這些變化搞定 而且很實用 多講幾次就變成自己的了 大家也不妨試著照自己的句子看看吧 今天的練習是 最困難的第一類動詞變化 大致上可以分成四組 是哪四組呢 請在留言區作答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訣竅 歡迎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我是藤原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